他们到底是想干什么 中国核长们康日新售卖国家核机密 卖国球荣获利18亿人民币 如今成为阶下球 那么他到底出卖了哪些机密 又是如何与境外人员搭上线的 点个关注 我们发车了 康日新于1953年8月出生在山西大同 父亲曾经是一名军人 退役后回到家中成为了一名生产队的队长 母亲则是传统的妇女 属于典型的相扶轿子型的女性 母亲十分重视对康日新的文化教育 在康日新小时候就为她买来各种各样的出籍 相比于农村中其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by bwd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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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bwd6